大家好,我是Talk Green,我也来了,今天的话,今天这个视频录晚了,我估计大家能看到的话,起码已经要每动时间10点半到11点了,因为一是今天白天的话也有事,然后晚上的话,我看了很多视频,我看了很多,本来我想做一期,还是继续想讲Gary Ganser的MIT的公开课,然后挑一期出来讲的,我看了,我又回过头去Tab,看了4G到5G, 感觉有一点深疏,有一点无聊,就是有一点无趣,所以我怕这个讲了的话,大家可能会看的比较无趣,但是我今天想讲比特币的,那最后的话,我回过头去看了一下,想到Tim Draper,我几天和他说Tim Draper和Gary Ganser,他们以前有过一个采访,2018年做了一个采访,我觉得其实还比较有用的,因为我说了解比特币的背后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很多时候对于比特币的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东西, 的话,一由于每个人的一个背景不同,然后对于技术方面那些东西,即使可能我分享,大家也不是了解的非常清楚,而最重要的话,每个人切入比特币的视角一定是不同的,根据自己的一个经验,根据自己的一个背景来切入,所以更多的我觉得能了解比特币,或者能去接触比特币,或者能购买比特币,或者即使产生对比特币的一个信仰,而是建立在很多是philosophical,是怎么说,是一个概念上的一些东西, 或者说是一个逻辑上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一方面的话,更能帮助到大家去持有比特币,所以今天我想再带大家去看一下他们2018年的一个采访,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而且现在的话,这个视角已经改变,现在的话,首先当一年,当年2018年,Tim Draper,他这个人是非常近比特币,你看他的领带都是,都是上面有个比特币的, 他的,他待会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袜子的话,都是比特币,他2018年就已经预测了,比他是2018年预测,2020年底,比特币的话,到达25万,好吗,啊,然后的话,当初采访,采访Tim Draper的那个Gary Gansler的话,今天的话,也已经是,这个星期刚刚上位,对吗,或者上个星期的话,刚刚上位,现在也已经是美国SEC,美国证监会的一个主席了,好吗,啊,在看他们两个人视频之前的话,我插一个曲,就是,昨天晚上我看了,啊, Dave Lee Uninvesting,他的一个采访,采访James Wong,大家可能不知道,James Wong的话,他以前是ARC的一个analyst,一个分析员,我在Twitter上也是关,也是关注James Wong,他在Twitter上非常活跃,他非常活跃,经常去攻击,啊,Cardeno,然后Cardeno的话,是其中一个,相对来说是, 区块链上的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小币种,他经常去攻击他们,因为他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以太坊的,他基本,我,我了解,我,我猜测,或者从我,他的语境里面了解下来的话,他可能是全部资产, 全部是在以太坊里面的,好吧,先来看前面两个问题吧,我觉得还挺有用的。 Ethereum, Bitcoin, the whole crypto market just seems like it's tanked the past couple days. Lots of people are freaking out, saying, is thi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What's your take on all this price movement going on? It's nothing. In crypto land, this kind of price movement, 5-8% on a given day, that's nothing. It's like the cloud passing over New York,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It's like, if you're worried about, if this shakes you out, you should not be in crypto, because this will happen every couple of weeks or days sometimes. And when it really tanks, like we're talking 30-40% down a single day. So if that doesn't sound like your cup of tea, stay in the S&P500. 他说话其实有点口无遮掩,他在Twitter上也是这样的,我觉得非常好,而且你可以听到他的口音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从小就是身在非美的,我觉得他的思想基本上都是西方的一些思想。 他说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首先David问他,他说最近的话比特币的一个波动非常非常大,然后问他一个看法,然后James他就说,他说如果说起码在币圈里面的话,不管是比特币还是其他的一些加密货币的话,一天跌5%到8%完全不是一回事。 对于比特币来说,对于区块链来说,一天跌30%到40%才是女士要担心的那些,但是如果说你没办法接受一天就跌30%到40%的话,不要接触比特币,或者不要接触加密货币,对吗? 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一直和大家说,为什么我希望和大家讲比特币,首先第一点比较重要的是,我觉得是这个起码这作为一个资产,因为我把它看作是资产,这作为一个资产的话,我觉得是大家不应该要错过的一个资产,因为先进来之后,我觉得join the game,然后之后的话,然后再去试试去慢慢的去了解,而进来这个仓位的话,我一直和大家说的是2%,因为我个人觉得如果即使你放5%的话, 它每天能跌个20%到30%的话,你也是受不了的,也挺厉害的,对吗?所以因为你想你如果放5%的话,它每天跌20%的话,对于你总共的一个资产的话,也要将近有1%的一个影响,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对吗?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仓位一旦大的话,因为在你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这个仓位一旦非常大的话,它涨了你也拿不住,它涨了你也会,它涨了你可能会来问我ITalking,它能不能加仓,你会怕错过我们说的一个FOMO,对吗? Fear of missing out,它如果跌的话,你也拿不住,你一定会来问我,包括上次一个小伙伴,他说现在会不会比特币又是一个4年以后的轮回,比特币又是不是会往下跌,所以我一直说,我一直说过什么,我也不怕,我一直说,就是一个,不管是股比特币也好,或者个股也好的话, 你拿不住,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关键,最主要的两点就是,一就是你对这只个股,或者对比特币,或者对其他加密货币的一个了解,第二点就是仓位,所以仓位的控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吗? Yeah, that's a great line there. It seems like there are volatile stocks, but then it's nothing compared to the volatility of the crypto world, and I guess there is a sense where you got to get used to that. Netflix reported earnings a couple of days ago, and I think it was down like 8% after hours, and the headline was like, Netflix trashes or tanks after, you know, poor subscriber additions and guidance, and I'm like, oh my god, it must be down like 20%, so I can check it, it's down 8%, I'm like, oh, so it's just like typical intraday moving crypto, this is like, no news, move on. I'm curious, in terms of your personal holdings, like what percent of your investments are in crypto assets versus, let's say, stocks or real estate or other forms of assets? Sure, in the liquid component, and I tweeted this out a couple of months ago, it's 70% crypto, about 30% equities, there's some cash, but it's so small, it's like, I can't see it on the pie chart, so I'm majority crypto right now. Got it. 这个问题的话,里面有两段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第一个信息的话,然后David问他,他说,首先,James说,他说,他拿奈飞距离,他说奈飞的话,财报爆了,然后奈飞的话,他看到新闻说,奈飞的波动非常非常大,然后财报爆了,然后James的话,他就一看,什么,奈飞才跌了8%,他说movang,因为这8%的一种跌幅的话,在比特币,在币圈里面的话,属于非常非常正常,他应该是习惯了,然后这是第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大点也是要摆,也是要非常清楚,在币圈里面的话,波动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二点的话, James说,他说了,他自己的仓位,他liquid那一部分,就是可以流动性相对比较大,liquid那一部分,他自己仓位70%在cryptocurrency里面, 然后30%是股票,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他的一个风险,风险程度过高了,这个其实,这是我一直和大家说的,我们不要去定义,其他人应该是怎么样进行一个风险的一个控制, 我们是要做的是,每个人,这以前我也和大家推过在,网上非常非常多的,也是你,比如说你去找经济的话,经济也会,就经济也会告诉你,你先去做一个风险评估, 根据你的一个现金流,现金流说,出去的现金流,你以后什么时候要用钱,或者你每个月能进多少钱进来,根据你的现金流,然后给自己做一个金融的一个规划,或者理财的一个规划,这是最最重要的一步, 而且根据你的现金流,根据你的年龄,根据你的风险接受的一个程度,然后才去投资和自己匹配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资产的一个配置,所以对于James来说的话,他也非常非常年轻,然后又非常能赚,相信在Arc那几年的话,Bonus也特别是上一年,2020年, 我觉得他们的Bonus肯定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又是非常能赚,然后而且对于他来说,他对这个关键是,他对这个领域非常非常的了解,所以他才能做到70,30,70的一个crypto,30的一个equity,或者一个股票市场,你觉得风险高吗,当然风险高,但是对于他来说,你觉得风险高吗,我觉得肯定风险是不高的,这是每个人的风险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拿别人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配置,或者不要拿,一定不要拿别人的一个自想的一个配置,放到自己身上来,我们再看个股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不要去拿别人的一个风险,不要去拿别人,比如说成长股和价值股一个风险匹配,放到自己身上,这真的是不一样的,好吗 然后的话,就这个视频里面的话,大家感兴趣去看一下,两个小时我全部看完了,当然我是用加速的,我是用两倍速看完的,大家也要看一个小时,非常长,但是我确实认认真真的看完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视频, 他主要讲的是以太坊,然后以太坊的话,我这边稍微和就不清楚的一些小,可能对区块链不是非常清楚的一些小伙伴,当然我也是在学习,如果我说错的话,其他小伙伴可以纠正我,就和一些小伙伴不了解比特币,不了解区块链小伙伴说,就其实比特币的话,你可以看作是区块链的一个第一代,第一代的一个区块链的一个代表是比特币, 然后以太坊的话,你可以看作是第二代的区块链的一个代表是以太坊,第三代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些小币种,但是以太坊和比特币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比特币的话,现在更多的是看作是一种security token,是一种安全性非常高的,或者说在所有加密货币里面安全性是最高的一个token,但是实际上的运用程度,比特币这个区块链的话,或者比特币本身的话,运用程度并不是非常非常大,或者说基本上到今天为止的话,非常非常少的一个运用,就是 很少有人可以去用比特币去做一些事情,这是第一点,然后为什么说以太坊是第二代呢,以太坊的话从比特币进军到以太坊我们就很多人称它为是一个,它是一个utility token,utility token我们说就是它的一个使用程度非常非常的广,有很多整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一些develop,有一些开发者的话,在比特币上去建了非常多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手机,你把比特币看作是一个平台的话,比如说你把它看作是一个安卓的话,那有很多, 安卓本身它是值钱的,安卓本身就是值钱的,它操作系统本身就是值钱的,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以太坊呢,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developer,有很多开发者在安卓系统上去自己去建造了很多的一个APP,所以那安卓本身你APP,你一个系统里面一旦做了一个APP比较多的话,那你这个系统本身就值钱了,对吧,这个系统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以太坊,以太坊本身的话也可以看到是一个utility token,好吗? 给大家举个例子的话,以前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在我的印象里,我并没有把它看得非常非常重,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突然觉得,哇,一个click,我非常觉得,好像这件事情意义,其实背后的意义非常非常深远,什么事情呢? 就是币安啊,大家应该可能知道,币安和crypto和coinbase是差不多,他们是一个exchange,是一个crypto的一个exchange,然后币安的话,你在上面可以交易货币,然后币安里面的话,现在还可以干嘛,币安里面他现在有,比如说有特斯拉,有Tesla的一个token,什么意思? 就是你可以在币安上面,你可以去买一个Tesla的token,它背后代表的意义就是你持有了一个一股特斯拉,这个意义,我一开始觉得,哎,这也就一件事,你可以在,你可以在,比如说你在纽交所,你在纳兹达克,你可以去买,你可以去买,或者你可以在现在, 在自己的一个券商那边,你可以去买,你可以去买特斯拉,对吗?但是,你,你在币安上买特斯拉,有,背后有什么含义呢?这个含义其实相当大,因为你想一下,啊,你开的一个券商,我如果今天,比如举个例子,我今天我在,我生活在加拿大,我如果说,我是和Quest,QuestTrade,我的,我的币商,我的券商是QuestTrade,我的币商是coinbase,但如果说我今天要买中国的一个,一个,一只股票,我要买茅台,或者我要买五粮叶的话,我怎么买? 我是不是没有,我是不是没有办法买,对吗?但如果说今天的话,coinbase,他能够在,比如说币安的话,或者coinbase的话,他coinbase自己本身,他也能建造一个token,但是那个token的话,就代表着一股茅台的话,那等于我在coinbase上,我就可以去买茅台了,对吧? 这个背后的意义,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非常,他等于是create一个global exchange system,啊,能理解了吗?就,这也是他们,在这个,在这个采访里面,他们,他们所聊到的一个,一个,一个观点,一个观点,或者James,James,他说的一个观点,我一想,哇,这我,瞬间就让我觉得是一个click,瞬间让我觉得,我觉得币安后面在做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件事情,好吗? 这只是其中他其中的一个观点,所以我说这个,啊,这,这其实是一个use case,啊,这其实是一个整个,啊,以太坊的,他的一个use case,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token的一些,一些use case,啊,这不是以太坊,我说错,就,这是,他是一个cosmos,他是另外一个coin的,他是一个,一个,一个use case,然后是,啊,币安的话,他们是用cosmos的一个,啊,他们的一个技术,然后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操作,背后非常非常复杂,但我,我说可能很多,大多数小伙伴是不,完全不了解的,我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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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在学习过程,你,这事情,你看了多了之后,你会入迷的,因为你会,你真的会觉得,这,整个区块链,啊,这背后现在能做的一些事情,包括defi,啊,能做的一些真的非常非常多,而且他disrupt是整个,他破坏的是整个全球的一个金融系统,啊,我就不展开了,因为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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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像一个rabbit hole一样,你看了越多,然后你把自己挖的坑就越深,好吗? 啊,那,然后的话,我们就回到Tim Dreyfer,然后和Gary Gensler他们一个采访,里面的话,我截取两到三段和大家分享,因为能,基本上能,啊,能cover或者能包含很多小伙伴会共同会有比较多的一些疑问,好吗?现在看这第一段采访。 Oh, um, I'm trying to tease out, though, uh, you've got a point of view, it's an important point of view that a lot of people want to hear, but on the other side, there are economists, like the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just did this big report this past weekend and said, not so fast, um, centralized fiat currency has worked, it hasn't, I'm going to agree with you, it hasn't worked perfectly, I mean, we've had a lot of crises, we've had a lot of bank runs, we've had a lot of failures, and central bankers don't get it right, uh, on a regular basis, um, but what they're saying is, that right now, the asset is too volatile in value, I'm just focusing on one thing, the two, to really be a true medium of exchange and a unit of account. 我先停一下,就,啊,首先, Gary Gensler,他先表达了自己观点,他说,他是同意Draper的,他说,现在的我们一个,整个的一个金融系统,或者我们现在一个fiat currency,啊,他其实是非常不稳定的,或者说,我们觉得他很稳定,其实他不稳定,首先,第一点,他其实历史的,历史并没有非常悠久,而且从你从历史上去看的话,我们有很多次,他说,run on the bank,就是大家去挤兑银行,这是其中的,其中的好几次发过一些,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个事情,包括还有一些,啊,还有一些crisis,包括08,09年的, crisis,对吧,这也是我们,也是因为我们的一个,现在的一个,现在有的一个金融系统,它是非常不稳定的,因为以前有过crisis,还有一点的话,他说什么,他说,bankers,他说,他说,他说,啊,他说银行家的话,他说经常是get it wrong,他说他们是经常会错的,也不是说,而且是,啊,on the regular basis,所以他是,嗯,Gary Gensler,他是非常能够看到,他因为非常了解历史,他包括,不管是监管的一个历史也好,或者banker,或者银行的以前的一个历史也好,他是非常非常近处于历史,而且他是非常的轻松, 看到,在现在的整个的金融系统里面,他是有一个比较,比较多,也是有一个,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改进吗,应该这么说,好吗,啊,最后的话,他就问了一个追吧,他,他问追吧,他说,你,你是怎么看待现在比特币非常volatile,或者他的一个波动的话,非常非常大这个问题的,然后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追会怎么回答的,volatile thing,OK,the way I look at it,is when people say,isn't bitcoin really volatile,I think,oh yeah,this is great,bit one bitcoin is still worth one bitcoin,it's just all these other currencies are volatile,as they disappear from view, Dripper,Dripper他说什么,他说,啊,他说,啊,他说,啊,他说,真有意思啊,他说,你,你既然问我这个波动的一个意思的话,他说,啊,我一个一个比特币永远是值一个比特币的,而波动的比较大的什么,波动是比较,波动比较大的是美元一直在波动,美元看到,美元荒了,然后美元的话在波动,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有点过分了,对吧,这是有,这个是有点那种, 因为首先我们知道就是Dripper,Dripper他自己的一个,他的,他的一个位置在哪,因为他手里持有非常多的一个比特币,他当然是一个比特币的一个非常亲友的一个,啊,拥护者,比特,属于比特币的一个拥护者,所以他看这个视角的话,你说他有没有bias,或者他有没有偏见,他一定是有偏见的,怎么就好比,今天我和大家说比特币的话,我有没有偏见,我觉得我应该也是有偏见的,因为我自己是手里持有比特币的, 我当然,啊,希望比特币能,就是我和Dripper一样,Dripper他后面也是,他是他自己手里的,所以他当然希望比特币是去往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尽量可以看到,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或者,或者尽量能看到一些反面的一些,包括风险,就是也是不应该要忽视掉,那么所以,他这个回答的话可能是有点过了,但是,现在,现在市场上的一个,一个比较,因为,因为,或者波动这个问题一直被拿出来说是吗,所以,现在比较市场上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观点是因为,啊,现在, 在比特币的一个波动主要是因为还是投机者相当说比较多,啊,啊,接下去的话,因为随着接下去,随着更多的机构能加入到这个队伍之间来的话,或者更加的更多的一个机构能够接受比特币的话,一旦机构的持有量相对比较多的话,那比特币的波动相当说就并没有那么大了,其实反过头你去看的话,我们看一些小盘的一些科技股的话,上一段时间,二月份的一段时间,你看一下是比特币的一个波动比较大,还是那些小盘的科技股的一个波动比较大,当然是小盘的科技股,比特币即使从六万四跌到今天的一个五万 波动仍然没有上一个上一段时间被做空的那个波动,被做空的那些小盘科技股波动比较大了,所以,啊,怎么说呢,我我个人,我个人是觉得波动这一块的话,相对来说有点被扩大化了,而且,对,你拿这个这个观点的话,放在小盘股上一样,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一些小盘股,它的机构持有率比较增加,增加的比较多的话,那它的波动率自然就会下去了,好吧,所以,啊,我不觉得波动的话,现在是一个问题,而且我觉得一旦随着adoption,就是更多的人, 加入到这个比特币的一个行列之中来说,比特币的一个,特别是家长机构的话,啊,比特币的一个波动一定会下去,因为对于那些机构来说,它们是不会trader,它们是buy and hold,或者是buy and hold,好吗,啊,然后我们看第二段视频, right now about 95% of bitcoin trading is on custodial wallets on coinbase or kraken or gemini and so forth,so that's not a particularly safe place,啊, in fact, would you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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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停一下,首先,啊,Gary Gensler的,他说,他说现在的话,因为他们说到一个decentralized,去中金化额, 中心化的一个问题,然后他说,他是现在95%的一个比特币交易的话,全部是在coinbase上进行的,因为coinbase的话,它是一个中心化的一个交易, 它是中心化的一个交易所,这也是大家应该都有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问得非常非常好,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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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o, the banks are hacked constantly, and people are playing whack-a-mole, trying to keep the hackers away from Wells Fargo, coinbase is hacked constantly as well, but the blockchain, the bitcoin blockchain has never been hacked, knock on wood, never been hacked, so it's all a matter of kind of pounding away, and keep, I mean, the banks are having a lot more time, 所以,Tim Draper,他并没有反驳,他其实没有办法反驳,Gary Gensler他的一个问题,就是coinbase本身的话, 他现在自己的话,确实是一个centralized,它是一个中心化的一个交易所,这个是没有办法反驳的, 其实,Tim Draper这一点的话,他有点强制,也不算强制夺理吧,他就又换到了,他说,区块链本身的话,就比特币这个区块链本身的话, 到今天为止是完全没有被黑客给黑掉过的,所以,但是,但是coinbase本身的话, 他是,我相信黑客的话是一直在攻击coinbase,因为coinbase的话,他现在,他现在不单单是一个交易所,他还是一个custody, 就是我们所有很多人是把,包括我自己的话,我是把比特币现在还是存在coinbase上, 所以,如果说coinbase被hack的,或者被被黑客给侵入的话,我自己在coinbase上的一个比特币是有可能进行损失的, 但是,Tim Draper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那银行的话,其实也是有也是有黑客一直在攻击银行的,对吧, 但是,这也是同样的问题,但是现在的话,银行的话,如果你的钱直接直接损失的话,银行是会赔你,这是有一个保险在那里,保险在背后的,对吧。 所以,Garrett的观点,Garrett他非常知道这个区域,其实Garrett的话,他有时候在这个采访里面,他有点牵绕了,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主持人嘛,所以他毕竟他有点,他采访,他所以有点牵绕,他就让Garrett发表一下,会Garrett自己的观点, Garrett spot on,对吧,他完全是在这个point上,他说,整个区块或者整个比特币,Satoshi Nakamoto嘛,对吧,他自己本身说,在说比特币的时候,我们就说他是一个去中心化, 那所以,但是现在,我们所有的那个交易,全部是在coinbase上,他等于把一个,违背了他原来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概念, 但是,Garrett他现在的观点就,Garrett他现在的观点就是在,其实现在的话,在整个区块链上面的话,已经有很多的一个区块链的话, 已经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区块链,而且他说,将来的话,一定会有一个,和coinbase一样的,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区块链的一个交易所, 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有了,但是现在这个交易,现在这个交易平台的话,只能用,只能在区块链的货币之间进行交易, 而且只能在以太坊,反正据我了解,我相信,就,了解币圈的小伙伴可以,也可以周证, 我现在的了解是,现在的话,已经有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区块链,没有人控制他,完全去中心化的一个区块链, 你可以交易,你可以用以太坊去和其他的一些虚拟货币进行一个,进行一个互相之间的一个交易, 是完全去中心化的一个交易平台,你把它可以看作是一个币商,或者是一个券商,完全去中心化,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控制,完全大家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交易,但是只能, 现在只集圈于以太坊和其他的一些交易货币,和交易货币, 所以Gary就说,他说,我们现在等于是从一个中心化,就比如说银行, 他从一个中心化到另外一个中心化了,对吧,就还是仍然停留在中心化上, 你等于只是从银行到了一个coinbase这边,对吧,然后Driple他的一个回答就是, 是的,他说我们现在确实是从中心化到了另外一个中心化上面, 但是我说,他说我们有better currency,都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比特币的话, 比现在我们的一个fiat currency,或者美金的话,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系统,好吗? 所以追会的观点就是,他如果你现在用比特币的话, 你其实可以,他其实就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货币,你可以把今天给他从这边拿出来, 然后就移动起来的话,相对来说更加一个更加容易,这其实我是同意的, 这也是一个观点,但是我知道很多小伙伴不同意, 包括有一些每个政府的,每个国家的情形都不一样, 然后包括在中国的话,他是有一个capital,他是有capital control的, 他不会让你货币的话,自由的一个进入,包括你美金的话, 他不会让你自由的一个进入,这是每个国家的政策不一样, 所以你不可以说,肯定是不适用于全球的一个国家的,好吗? 就这个观点,或者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们要非常明确的, 而且我希望大家是,大家去了解比特币的话, 不要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概念, 我什么意思,什么叫不要有一个先入为主, 不要去觉得政府一定会把它去禁掉, 而是去看到比特币是不是有一些好处, 或者比特币是不是有一些use case, 可以在其他一些地方可以用到的, 从这个角度去出发,而且不要去默认美金一定会是以后的全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货币, 我觉得不应该有这个代入感觉, 如果一旦有这个代入感的话, 你等于把自己困在这里面,你永远是走不出来的, 我现在不是说比特币一定会代替美金, 非常有可能我觉得比特币和美金其实并不是一个竞争的一个关系, 反正我自己的意义,到今天为止的话, 我不觉得是一个竞争之间的一个关系,好吗? который就是一个目标的, 我看到调查证明是有关关系, 你好,对于是一个ков证明的文化印象, 我必须跟 counterاض圆域进行我们的关系, 我认为他们不论在这里的他的考虑, 我必须都没有用这个概念做出来的, 但我不觉得他们代入了, 但不容易只能用到有个致也有养的规定, 像我认为有这些关系的规定。 或者有一些团队在乘恨文中, 在由那边的看法, 然后我们在这些关系的惩罗, 也不会有关系, 我一定会有点疯的, 我们已经有相对它, 这边的话基本上就是最后一段,然后他们主要谈到两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恐怖主义或者说犯罪,第二个的话就是tax evasion,就是逃税漏税,这两个的话恐怖袭击的话,首先是这样的,然后Gary他的一个观点,就Gary Gansler他的一个观点就是他说,他其实是认同的,他说他不想,他不希望看到,就他其实是觉得政府如果要去, 试着要去阻止一些恐怖主义的话,去用比特币或者用其他一些货币去进行去支持这种活动的话,他自己是不认同,而他觉得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但是他觉得现在政府,现在,除去比特币之外的话,现在其实政府的一些手段,他们想去这么做,但是其实现在政府的一些手段,或者他们做的一些方式的话,其实是并不有效的,因为真的有效的话,恐怖袭击就不会出现了,对吧,那个Draper的话,他就跑铁了,他就说一些,他说, 很多时候我们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觉得那些恐怖时期,其实就是一些侵略,包括他说,我们觉得这个地方,他说美国政府,他说我们美国政府觉得一些地方,他用了他这边用一个国网,他用了一个关岛做一个例子,但其实不是关岛,其实是比如说我们像伊拉克,美国政府觉得伊拉克有恐怖主义,对吧,就觉得他们有核武器,然后就侵略了,其实他说,然后Draper,他说,It happened to be they have gold and oil, 他说,他说,碰巧了,他说,关岛的话,他们既有黄金,然后又有石油,他这只是打一个比喻,所以Gary的一个观点就是,他其实是赞同政府去实行一些措施,去尽量的去避免一些,而且是比较有效的一些政策,去尽量去避免一些,就是一些非法活动和比特币之间的一些关系,或者非法活动和,不管是比特币,还有和美元之间的一些关系, 就非法组织的话,用美元,用比特币进行交易,这是他是认同,但是他觉得现在仅有的一些政策的话,还不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逃税漏税,他说,逃税漏税,他的观点,他说,其实逃税漏税的话,其实现在,单美金现在的话,现在就已经有很多逃税漏税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一些tax haven,对吧,就一些很多人,很多人建公司的话,会建在什么,Bermuda,对吧,公司的话,公司主体的话,在Bermuda,就是,就是,就是用来逃税漏税的,就,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 逃税漏税的一种方法,所以,他,在他的观点,因为Gary Ganser,他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制定者,所以以后的话,就是,逃税漏税,现在就已经是有一个问题,已经是存在的一个问题,所以,并不是说,今天因为比特币,会有逃税漏税的这一个问题,或者会可能存在,因为比特币,会可能存在一个逃税漏税的这个问题,就去否决比特币,或者就去否认比特币,就去否认区块链,而是,你更应该想到,能够制定哪些政策,去帮助人们,去用,用加密货币,或者用比特币, 去进行,去进行支付税收的一个方式,就是,他并不是again,他并,他并不会完全拒绝一样东西,或者拒绝区块链,拒绝比特币,因为逃税漏税的关系,因为恐怖主义的关系,而且他,反而他是因为,他觉得现在的政策还不够多,如果政策,如果实实在在有效的政策下去的话,完全可以避免这两个问题,好吗,啊,所以今天的视频有点多了,有点长了,但我觉得这两个视频,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两个视频,这一个视频,今天我和大家复盘,复完盘之后的话,我基本上看了第六遍了,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视频,因为Garrie Gansler,已经现在已经上位了,已经做了,已经做了SEC的一个证监会了,我还是非常期待他,能够制定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政策,然后,能够使比特币的一个adoption,更加的宽,更加的广,更多的人去用比特币,以后, 以后,能不能有人用比特币去支付一些工资啊,这些东西,这都是以后的一些事情,真的要用比特币去支付一些人的工资的话,那怎么去交税,这也是以后要,以后政策方面的话,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时间内,这不是,这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可能两年,可能三年,但一定是往一个好的方向去的, 而且我觉得Garrie Gansler能坐在这个位置的话,以他对区块链和比特币一个了解的话,我相信能够帮助这一块区域的话,会有更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展,还拭目以待吧,好吧,我还是,我说实话还是挺期待,我一直不觉得,我在重新我自己观点,我一直不觉得政策,对于比特币,对于区块链,或者其他一些加密货币,是一个利空的消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好吧,那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吧,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也可以,大家也可以互相讨论一下,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个情形, 我不是今天,我还是那种,我不是要说服大家去购买比特币,我也不是要说服大家说,比特币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一个资产,我只是能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从一个,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下,一个政策的一个制定者和一个比特币的一个拥护者,好吧,我自己本身的话,也许会有一个偏见在那边,但是我,我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学习之中,特别区块链,我觉得区块链的一个应用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广,当然,这也是一个以后,也是一个需要时间去消化的一些东西, 现在的话更多的,不管是比特币,然后其他一些区块链的一些货币,现在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一个投机的一个行为在里面,但是对于一个投资者的话,你早期的话,你没办法避免这一个过程的,好吧,那这期视频就到这边,然后最后还是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再见。